如果有机会选择 我们是要成为一个平庸者 还是要成为一个特别者 把这个问题抛给大众 相信大部分人的答案 是想要成为一个特别的人 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特别的人呢? 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嗨,你好,我是游泳记 简单容易记较游泳记 欢迎来到《游感而发》 今天是2020年6月21号 对大部分的男性朋友来说 是蛮特别的 因为是父亲节 如果不是父亲节的话 也有很可能 也可能成为父亲 或者是只要是男性 这个节日是属于男性朋友的一个节日 在今天我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这是什么特别的礼物呢?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社团 所寄来的一杯咖啡 不是咖啡,我不喝咖啡 因为我不喝咖啡 所以我跟他们讲 你就不用送来了 他们说,没关系 你不喝咖啡 但是你想喝什么 那我说,热巧克力吧 于是就送来了一杯热巧克力 哎呀,好温馨 好有温度啊 一简单的一杯东西 能够让我产生出一种想法 就是很想要录制一个视频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团队之所以特别 在我心目中 是因为逢年过节 他都会想到我们 所以如何让自己一个 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特别的人呢? 我们是否有做到第一点就是关心 我们有心去关心别人 就好像我那个团体一样 关心我们男性朋友 在父亲节里面 是否能够过得更加的快乐 放松以及感觉到人间有温暖呢? 啊 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特别的人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开始要付出我们的关心 有心去关心一些事情 会不一样的结果 记得有一次我到台湾参加一个社团活动 进到会场以后 主持人频频告诉我们 多用点心多用点心 原来桌上有一点小点心 可是为什么主持人一直在说多用点心呢? 原来他所谓的点心 不是吃的那个点心 是让我们提醒我们 多用一点心 多用一点心思 去为别人着想 啊 如果我们能够开始往这方面去思考 那么我们的人生 也许会变得很特别 因为关心别人 而得到别人的肯定 所以我们是很特别 是还是不是? 是啊 如何让自己过得很特别? 我们谈了一点叫做关心 第二点 如何让自己很特别? 就是要服务 像这个 Stanbuck 为什么我帮他打广告呢? 很奇怪 讲到咖啡就想到他 为什么会想到他? 我想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服务 做得很好 你看 当我们要送礼的时候 他非常体面 包装很好 心意用得很好 所以他能够做到 让别人表达他的心意 因此 事业做得不错 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 我们有才华 我们有能力 可是我们的才华跟能力 是用在哪里呢? 为自己吗? 当然 无可厚非 也别忘了要为别人 为这个世界 付出一点心力 当做服务这个世界的一些工作 那么我们也会感觉到 自己很特别 你觉得呢?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方向是 如何让自己很特别 我们谈了两点 一叫做关心 二叫做服务 第三叫做表达 我们所有的关心跟服务 比较重要一个地方 就是是否能够让对方收到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透过怎么样的模式 来表达我们的心意呢? 是的 我的分会 BNI凯迪分会 它用咖啡 它用热巧克力 来表达 对我们的 这些会员的一些关怀 以及服务 可是我们个人呢 如果能力 还不所及的话 还没有办法做到的话 没有关系 我们有手机 手机它是玩具还是工具 玩具的话 它会消费我们的精力 可是是工具的话 它又不一样的角色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做表达 就好像现在 我面对的就是一个手机的镜头 分享我的概念 分享我的想法 分享我知道的事情 分享我的发现 分享我的生活 分享我的成长 我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你 因此也开始有一些思想上的转变 或者是行为上的投资 让自己的生命会不同 这也就是自己表达心意的一种方式 你觉得呢 请问你听到这里 有没有想到自己有可能 也考虑面对镜头 让世界看见你呢 因为面对镜头让世界看见我们 并不是要彰显自己 而是要表达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关心服务 以及透过这样子的模式来表达 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今天有感而发 就从这一个热巧克力开始 有温度的热巧克力 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很特别 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人 只要我们愿意多付出一点温度 给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将会是美好的 未来一切都会过去 我们能留下的是什么 也许透过视频 你能留下你的生意 考虑做做视频吧 好了 今天简单就跟你分享到这个地方 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如果喜欢的话 请你订阅顺手按销旁边的小铃铛 再来点个赞吧 或者转发分享给一两位好朋友 希望他们也收到你的心意 我是游泳机 我是游泳机 简单容易记 叫游泳器 有感而发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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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